《財資大道》 《財資大道》 《林潔應》 《何文堅》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你對於個人私隱方面的保障 怎樣看呢? 私隱保障是一個潮流 你說以前完全沒有這個概念 但今時今日 但近年真的一定要有這個概念 互聯網的世界 不是沒有網管 雖然你可以打個留言 用一分鐘 但其實責任也很大 在這方面請來這位嘉賓 跟我們聊聊 就是私隱專員鍾麗玲女士 跟我們聊聊 早安 鍾麗玲女士 早安 早安 大家對於私隱方面的關注程度 比以往多了很多 都會透過一些教育 過去一年涉及私隱投訴個案 有多少趨勢是怎樣的呢? 過去一年涉及私隱的投訴 一共有3,848宗 我們看到比對2021年上升了15% 而當中大概超過四成 是一些涉及起底的個案 我們相信是因為2021年10月 大家都知道 修訂了私隱條例 引入了新的起底刑事法 這一年來我們都做多了很多宣傳教育的工作 我相信和市民對這方面的認知提升了 令到他們來我們投訴 有關起底的個案 就是多了有關的 起底在你們接觸的個案當中的原因是怎樣的呢? 前男友前女友的情債還是金錢糾紛 還是各種原因都有呢? 其實各種原因都有的 就是Rainman都說得很好 就是那個錢債、金錢糾紛 錢債、金錢糾紛 其實都佔了超過一半以上 另外是工作糾紛、政見的糾紛 這個就各佔是百分之十四 有一個比較好我們看到的現象 就是因為政見糾紛 而將人起底的情況是大大改善的 我們覺得這個和社會的氣氛轉趨平和都是有關的 過去幾年疫情 互聯網成為生活上都不可以缺少的一部份 很多人原先沒有網救都會網救 當中也往往涉及不少一些私隱問題 因應透過一些藝務電網、電郵或者短訊 有些個案也有 當中其實你看到的趨勢是怎樣的防範呢? 其實我們都看到這個詐騙的個案 都是有上升的趨勢的 所以我們去年9月已經推出了一個個人資料防範熱線 其實整年來講 2022年我們一共接獲707宗 是有關抱取市民個人資料作詐騙用途的查詢 比2021年上升了百分之二十六 百分之二十六這個比例我覺得都是比較多的 而那個詐騙熱線的我們是自從運作之後 從九月到十二月底我們都收到168個來電的 這個也是反映了市民其實都真的有收到這些電話 所以就走來問我們 那這個情況下 你看到市民無論怎樣保障自己的個人資料都多努力也好 有時真的可能放了給一些機構平台 最近你們公署都講到一個香港銀行學會 專業團體 那些會員 萬多人的資料 還有十萬個非會員的資料都外洩了 之前的商業機構都是類似的情況 那怎樣可以確保到 或者在教育上或者在法例上 我們令到所有機構都對於個人資料比較能夠保護到呢 這個真的我覺得在那個宣傳教育方面 我們都可以做多些工作的 因為我們都看到機構 其實那個在保障資料 譬如說資料安全的意識那方面 都是比較參差的 由大機構來說 它的系統好些 就會做得比較好些 如果是說中小企方面 其實那個意識或者他們的系統 有些都未必有的 所以我們在去年8月 其實都推出了一個資料保安的指引 而昨天我們就特別推出了一個 所謂冷人包 有一個單張 就希望提升他們的意識 就可以在這方面更加做得好些 那當中其實我們說 除了這些之外 還有起底的情況 其實都有條例的生效之外 其實起底的個案方面情況又如何打擊呢 我們起底個案的方面 就因為新的起底條例 我們就有這個刑事調查的權力 所以在新的條例實施之後 就去到去年的12月底 我們已經是就114宗的個案 是展開了刑事調查 也都是進行了12次的拘捕行動 而在這些拘捕行動的個案裡面 我們都受到5宗個案 就已經落案起訴了 有3宗就已經定了罪 而1宗判刑 在這個第一宗判刑的個案 被告被判處是入獄8個月的 我們覺得這個刑期 都是對社會起了一個警惕的作用的 那你們真的要執行這個法例去拘捕 這些起底人起底的活動 其實當中是否真的惡意的成分是比較多 還有其實那個情況是有幾惡劣的呢 其實很多都是 剛才我有說 比如說感情糾紛 感情糾紛 有很多個我們收到的投訴 甚至都不是一些起底的訊息來的 那市民就投訴了 但是我們再看那個情況 它不是真的涉及一些個人資料 譬如它的相片根本很蒙的 都看不清楚是誰的 另外就是 變了我們有時覺得 跟進方面未必是一個起底的個案 而如果真的有一些刑事的意圖的話 我們都會是 循刑事調查的方向去再處理這個個案 那起底的方法是怎樣的呢 現在這些被捕人士 是否都是社交媒體 還是一些手機程式 我們的通訊程式都有可能 不要以為在手機程式 跟群組發的事就沒有事 可能都是某一種形式的公佈 是嗎 是的威文 是的 你說得很好 因為我們看到的個案 其實絕大部分 超過九成 就全部都是用一些社交媒體 或者是通訊軟件 即時通訊軟件 變成在一些手機上 如果你用一個通訊軟件的群組 然後你不當地披露別人的個人資料 或者將人起底 可能會引視朋友之間來投訴 都不頂的 嗯 那還有沒有人貼街招的 這些算不算起底 這個也是 舊式一些的方法 有一種拘捕個案 其實就是貼街招的 是 把這個受害人的樣子 工作地點 他的聯絡方法 就在街招道那裡寫出來 所以我們都是捕了 結果那位被告 你看回自從大力宣傳之後 也有條例生效之後 其實那個趨勢的情況是怎樣 那個趨勢我覺得我們大力宣傳了 市民的意識是提高了 所以我們收到那個投訴個案 也是上升了 這個我覺得都是一個很自然的現象 因為市民知道 現在是何謂起底 以及起底是刑事罪行來的 如果他們覺得他們真是受害者的時候 他們就會來找我們 除了拘捕的就是最後一著 在中間私隱署還有哪些角色呢 譬如說聯絡一些平台 去拆除這些有關的資訊 你們會不會扮演一定程度的角色 會的會的 因為在這個新修訂的條例之下 其實我們有權發出這個 平址披露的通知 在這個期間 我們也發出了1500個平址披露通知 是給26個平台的 就涉及超過17000個起底的訊息 這個我們也很開心 因為那個樽巡帽都是超過九成的 即是有些是海外的平台 如果這樣說 其實大部份都是海外的平台 對於香港私隱署的提醒 他們都會執行的一般是嗎 其實我們是要求他們 移除這個起底的訊息 因為他們移除的話 就是一個刑事罪行 即是不能說他不跟隨 即違反香港法例 違反香港法例 另外也想問一下 阿忠女士 近日其實紀錄片 《級十九歲的我》 被指一部分主角不同意之下都公認 都引起了大家熱烈的討論 私營專員公署方面 正在介入事件 怎樣跟進的事件 我們其實都非常關注事件 因為幾位當事人的意願 已經被廣泛報道 以及因為事件也涉及一些未成年人的個人資料私隱 所以我們主動聯絡學校 也在這個禮拜初出了信給學校 希望了解事件的詳情 以及搜集與個案相關的資料 現在學校方面還沒有回答我們 我們希望了解情況之後 可以向雙方提出一些適切的意見 讓雙方可以在尊重和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大前提之下 亦都符合私隱條例的大前提之下 就可以圓滿地解決事件 大眾尤其關心 就是關注學生的私隱問題 過去有沒有涉及學生的私隱問題 多數是甚麼範疇 我們都有收到這方面的投訴 但是其實投訴的個案不多 多數就涉及一些譬如學校或者是補習社 就公開了一些小朋友的譬如學習的表現 在一些通告裏面講了出來 然後變成學生的家長就走來投訴 另外有一些就是在一些公開的場合 或者甚至在一些手機的群組那裏 就公開討論學生的成績評分 這個亦都是引致我們收到一些投訴 其實處理投訴的過程裏面 投訴者要用甚麼態度或者配合 要準備甚麼資料給你們呢 他們最重要是 譬如說他們投訴甚麼東西 他們最好就有些少 譬如保留當時的手機 如果是手機的話 保留接譜 我們可以看到證據究竟是怎樣去跟進 因為有時他們口說的話 如果是沒有證據的話 我們都有跟進的時候 都可能有些困難的 因為可能他們的理解 跟法例上的要求也都未必一樣 有落差可能也不一定 是的 我想問一下過去多少投訴 涉及未成年人士 特別是明天條例 對這些未成年人士的保障又是怎樣的呢 其實過去的個案 涉及未成年人士的私隱的投訴 就不多 我們也沒有特別 因為這個未成年人士是作出一個分類的 而條例來說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是對未成年人士的資料的保障 是跟成年人士可以說是差不多的 甚至在資料保安方面 因為他們也是一些未成年人士 我們也會覺得他是比較敏感 所以那個要求也都會高些 嗯 在教育方面 和自政權力的了解上 接下來 怎樣令到市民更加明白呢 其實我覺得在香港來說 市民都很重視私隱 市民我覺得最重要是明白到 在保障自己私隱之餘 也都要尊重其他人的私隱 所以我們在這一方面 都會做多些工作 所以我們去年都做了很多中學小學的講座 現在叫網絡素養 大家怎樣在網絡世界 留意 除了留言的禮貌 還有個人資料 其實不能隨便這樣說 做到懶人包 教育小朋友 可做可不做的東西 單張 期待大家都在一起 這個要反諸自己 自己反求諸己 要自己去每一日謹言慎行 是的 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今天市民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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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